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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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味料理 松盛 幸福志愿 享受 歡迎收看 杰出好料理 我是小琪 歡迎小琪 我是梓杰 琪家好 清哥好 今天這個 看到這個 包水餃 我就想起 以前年輕人不會水餃有肉 那段時光 你的回憶還占得多 今天在看 對 是有水餃皮 不過都沒看到那個魚肉 今天為什麼沒有肉 今天做一個讓素食朋友 可以吃的水餃 素水餃 讚 今天做的這個叫花素煎餃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是 花素煎餃 所需要的材料有 水餃皮 豆干 冬粉 板豆腐 紅蘿蔔 高麗菜 香菇 油 麵粉 水 鹽 胡椒 第一步呢 高麗看 先加一點點的鹽巴 滷鹽 用力的把它抓出水來 好 然後放到這邊備用一下 這個要炒過要 炒過 因為我們的紅蘿蔔 過油會比較健康的營養 對 香菇也是香氣才會出來 紅蘿蔔先下來 先把它稍微的煸一下 乾炒就可以了 加一點點的油 加一點點的油 因為紅蘿蔔還是要經過一點點油 油溶性 對… 稍微過一下就好了 然後豆干下來 然後我們的冬粉 冬粉也要炒喔 炒的用意是把它的水分稍微收一下 好…這個冬粉是有先浸過水的 對 浸過水 然後稍微切碎一下 對 然後豆腐其實我可以先幫你弄的 對 把它弄碎就好了 炒… 要挑選板豆腐 用嫩豆腐的話 它的含水量太高 太高…太吸引不行 然後現在看到我們的高麗菜 就稍微出水了 稍微出水了 它也是水也稍微把它淋掉 好…對 好 來 餡料進來 所有東西拌在一起 拌在鹹鹹 對 我們剛剛那個高麗菜 有加一些鹽巴了 這邊鹽巴 稍微淡淡的 因為那些紅蘿蔔 豆腐 蘿蔔 豆腐 豆腐都沒有鹹鹹 然後比較重的是我們的胡椒粉 對… 好… 這一道叫做花束煎餃 包法有比較特別一點 用一點點餡 像小籠包有包過嗎 沒有 小籠包 小籠包 捏個邊邊 要吃幾斤而已 1 2 3 3個 好 捏下來 往中間壓 右一個 左一個 壓 右一個 左一個 壓 右一個 右一個 左一 右一 左一 右一 好漂亮喔 夠漂亮 這叫做麥穗包法 那如果要簡便的水餃 其實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 前一 後一 拉長 把它捏在一起 然後用我們的指 手指的第二跟第三節關節 把它往上推 變成一個 類似鍋貼那種形狀 鍋貼 對 先這個形狀 左邊一樣 然後把它往上彈 就會像是元寶一樣 這也是一個辦法 對 元寶型的鍋 這邊一邊包 我們一邊把它煎起來 鍋子一定要燒熱 才可以放油 好 來 這邊我們先調一個 煎餃的水 來 麵粉一 一湯匙 然後水十湯匙 一比十 對 好 那我們用一點油 用擦的 對 看到這個油紋出來了 轉小火 推掉下來 好 這邊火先開大 然後我們的麵粉水下來 來 這樣會比較多嗎 要 好 就讓它煎囉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了 五分鐘後 回來 一比十的麵粉水就是會有這種效果 對 還有一個小餅乾在這邊 這邊開火讓 再風乾一下 那看到這個 有點焦焦的顏色上來了 關火 來 起鍋了 哇 哇 這塊鍋有夠好用 讚讚讚讚讚 放到我們的盤子裡面 好 我們的花束煎餃就完成了 成功 來來來 叫過來 叫過來 吃素的朋友 素花料 是怎樣的呢 吃這個 欸 開動了 不瞞您說我已經 偷吃了 對啊 你可以這樣 算吃比較重點 為了衛生起見 要怎麼倒一些來吃 這樣吃是很清爽 而且很 吃起來好像很健康 那你就說有的人 你還愛吃醬油醬澀 你就放一些醬油 嗯 姐姐 這豆腐喔 豆腐 豆干 還有醬油這樣 坦白講你如果說 不是說很愛吃肉的人 你也覺得 喔 這到底是有肉嗎 沒有啊 所以老師我們最愛吃醬油 是 讚 趕快 這裡有食材 有調味料 所有的影片都在這裡 我們要結束好的事情 下次見 拜拜